民眾試駕比亞迪旗下品牌 騰士的D9車款 銷售員自信滿滿展現 自駕功能 眼看越來越近 踩煞車已經來不及 號稱不用扶方向盤 不用踩煞車 遇到障礙會自己煞停的 自駕功能出包 這段畫面近期在 中國社群媒體流傳 讓中國新能源汽車的 安全性備受質疑 銷售員想秀一把 不撂翻車 在網路上引發熱議和吐槽 不過後來有網友 跳出來駁斥 這個視頻是一年之前的老視頻 是2023年意向車主的試駕活動 沒有殺聽的原因是因為駕駛員 踩了刹車導致支駕系統推出 網友透露這已經是去年的畫面 試駕的民眾操作不當 後來自己買下車彌補 但比亞迪直接提供一輛新車 更直言這段影片被翻出 是因為見不得比亞迪銷量好 才想方設法抹黑 從最新的銷量數據來看 騰士品牌6月份的銷量超過12,200台 而騰士D9一款車就佔了1萬台 近一年的銷量可以超過11萬台 是MPV車型中銷量最高的 騰士D9號稱中國年度MPV銷冠 不排除有心人眼紅舊菜蟲草 比亞迪至今也沒有對這起 自駕意外回應 似乎不願隨之起舞 三里新聞 楊俊宗報導